沒有很旺盛的這種鬥志的人 很難去把這個橄欖球運動做 現在想起來我以前真的太厲害了 在我學校退休 頒給我榮益教授服務年資30年 確定自己的這種內心很深遠的那種呼喚 我就提早退休了 無論何時都要讓自己快樂 廚頭是農夫的好朋友 我們每天都要用到他 我們常常說種菜有三害 蟲害、病害、草害 是我們在耕作上最常碰到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蟲害 你看這個蟲會把它吃的一個動一個動的 整個葉面積就變小了 整個光合作用的量就變少了 最後是影響到產量 第二個是病害 有一些細菌、真菌、軟腐病 會使這個高麗菜爛掉 第三個就是草害 不要的打草除掉以外 避免養分被多吸收 除草一除下去以後 這個土壤會變鬆 所以空氣就有了 植物就會生長得更好 另外把上面的有機肥料 除到土壤裡面去 植物根部才有辦法吸收 所以這是一個像垮戶追日一樣 是永不止息的工作 你必須要天天做 所以蟲害、病害、草害 是我們在耕作上最旁碰到的問題 土壤裡面的微生物當然很多 其中還會有蚯蚓 它以這個土壤的腐質質為生 蚯蚓會經過它消化道 排出影分出來 那個影分基本上就是一種有機的肥料 我們說在土壤裡面有一些分歧徑 它會分泌一種物質 讓你腦肺可以增加 那這個我們就稱它為快樂菌 透過你的付出 你的關心 在照顧這些蔬菜的過程中 其實就得到了快樂 是 製造成功